這不是一台普通的玩具車 而是一台運送壽司的工具車 紅色超炫F1賽車 從玻璃軌道上開來 上頭擺滿四盤洗車壽司 底下還有一台雙層巴士 回轉壽司跳脫 無限回軒 拚造型超吸睛 造型車壽司 讓消費者 驚呼連連 一盤盤拿下後 紅外線感應車子空了 還會自動退回待命位置 民眾大口咬下 滿座表情全寫在臉上 回轉壽司大革命 藉著現點現座用車子運送 不怕開過頭 程式設定能讓壽司 準確到達點餐位置 像這樣子的設計 都可以吸引那種新鮮族來 就是跟一般我們吃到的 那種回轉壽司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種有車子 這還蠻酷的 第一次看到 就是你點了醬燒牛小白壽司 日式壽司加入牛小排 日系合併 口味不只有一種 鴨胸也能擺上頭 甚至連發炫的鵝肝醬都有 三種口味都讓人口水直流 為忍拼人性 比創意業者端出巧思 吸引消費者上門 我們增加這些新鮮的壽司 跟創意的壽司之後 那我們的課程 大概增加了三成到四成 比造型拼口味 也有業者推小遊戲 吃午盤就能玩 讓人忍不住越吃越多 甚至有自動數盤設計 能知道吃幾盤 回轉壽司花招百出 因為根據調查 2008年回轉壽司 產值達3000億日元 相當約台幣742萬 2013年逼近5000億日元 折合台幣有1230萬左右 雖然年產值提高 但提升速率已經慢慢下滑 為了吸引更多消費者目光 業者絞盡腦汁 憑創意用噱頭搶攻 消費者荷包 借靈偽裝天宣台北報導